電容器 我們講的是電容器 這個叫做電容器 然後這個是電容 這是它一個單位 電容器基本上它是 最簡單的設計是兩片平行板金屬板 兩片平行板金屬板 一邊是正Q 一邊是不Q 把電二貼儲存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儲存電二的一個零件 有人畫的符號是這樣子 是一樣的 基本上最早期的時候 就真的是兩片金屬板中間間隔的一個距離 好 那麼早期的電容器 是課本的24.2 是這樣子 上面一片板子 然後呢 下面也一片板 然後上面呢一個電線 下面呢一個電線 然後上面跟下面 假設它面積是一樣的 A 是它的面積 空氣 然後這中間呢 間隔的是空氣 Bistance 有個D 然後上面呢 然後放正Q 下面這個板子 放正Q 這樣有電荷 在這邊 好 好 那 你中間有一個電荷 就是有個電位差 好 那兩片金屬板的電位差呢 它會產生一個電場 好 叫做 電荷密度 除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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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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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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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倫是人民,福特是人民,然後法拉也是人民 法拉蒂,就是法拉蒂 它的最大功縣就是發現了 那時候大家都會做電磁電,所以發現了電會產生磁 法拉蒂是發現了磁彙產生電,磁彙產生電可以做發電機,有了發電機就有電了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對於這個簡單的金屬板的電容器 它的電容要怎麼算 那Voltage呢,兩個百種之間的Voltage是電場乘以它的距離 那就會等於190分之1的Q的D的除以A 那麼C呢,就等於Q除以B 所以就等於Q除以190分之1的QD的A 所以就等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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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代表空氣的介質,這邊它用的是真空的介質 它用的數目字是 8.85乘以10的負十二 那A1就是這個板子的面積 面積越大 它的電容就越大 然後D呢,兩個板子晶的距離 距離越小,它的電容就越大 是這樣子一個單位 那這個是一個長數,這是代表它中間的介質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用的介質呢,是用空氣或是真空 好 好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比如說 他說 24點 他說 我們要說 C等於一個barred D等於一個mm 請問 請問 它的area是多少 如果我們想要做一個barred的電容器 然後用平行金屬板來做 平行金屬板 比如說 銅膜 一個銅膜 那需要多大的面積 然後中間的距離呢 是一個mm,一個mm算是小的吧 那要多少呢 他說 就是說 利用上面這個公式 a 就等於c 乘上d 除1 dips0 就會等於 1.1乘以10的 八次方的mm平方 這個有多大 如果你用的是 你用的是 正方形 那正方形的話 它每一邊的邊長就是 1乘以10的四次方mm 大家看 10的三次方mm是一公里嘛 對不對 那 四次方就變成一公里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barred的變容器 就需要一公里長 一公里寬 這麼大一個銅膜 才能夠做得出來 好 好 好 那 怎麼辦 怎麼辦 他們想到的辦法呢 就是要 改變 中間的界值 這個中間的界值原來是 原來是空氣嘛 或者是真空 它數字都很小 它數字都很小 那個很小的數字 所以 那你在中間如果加上一些 它叫做電界值 單electric 電界值 加進去的話 那 這個數字變得很大 你的面積就可以變小 好 所以 在中間加界值呢 是 目前能夠做到 大容量的電容器的方法 然後 課本上有畫圖 譬如你看791頁 它那個 電容器呢 就是做成 像一個水塔一樣的圓柱形 它在裡面是捲起來的 那我這邊想要講的是一個 例子就是 我們的Cable 我們這邊沒有 這一條應該是 這一條黑色的Cable 那個 那個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那個Cable 它是訊號線 它為了要防止雜訊呢 中間呢 是訊號 然後外面呢 包一層呢 是 地線 好 所以呢 它可以想像成 像 像這個也是 像這個也是 這個 如果你把它 剪斷 看 我下次帶過來給大家 給我剪斷 剪斷看 它中間呢 是一條很粗的 銅線 那個是 跑訊號 然後呢 銅線外面是一個 塑膠 然後塑膠外面呢 包上一個像是 一個 一個金屬線 那個是 地線 這樣子可以防止外界的 那個訊號 干擾 這就像那個Falade Cage 一樣 就是Falade Cage 外面的什麼 閃電啊 都不會影響到它 這樣子可以消除雜訊 好 那 消除雜訊呢 問題就是說 它就會形成一個 圓柱形的變容器 好 這個 這個 Cylindrical Deposit 這中間呢 是一個 金屬 然後呢 金屬呢 外面呢 這個 外面呢 金屬呢 外面呢 有 塑膠 塑膠是用來 絕緣用的 然後呢 在外面呢 又有一個 金屬線 那這個金屬線呢 那這個金屬線呢 通常是用來當 用來說 D線 裡面內原的呢 是訊號線 好 有訊號 它必須跟外面 這個D線 有個電位差 所以呢 就可以知道 它的訊號變化 是多少 所以有個內層 有個外層 那這中間呢 它其實呢 就會 就會產生電場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個電容器 我們那個Cable 電視 有線電視的Cable 或者是我們麥克風的那個 那個線 就是Cable 那根據這個呢 我們那個細節不講 我們只是講一個 到最後的結果 你可以算出來 它的那個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它的capacitance 每單位長度 它的capacitance 每單位長度 可以算出來就是 2πy0 除以 mation log的 rb除以rA rb除以rA 看哪一個是rb 大的是rb 大的是rb 這個是rb 然後內元小的是rb 這樣子的 好 那麼如果你中間用的是塑膠的話呢 那這個介質要換掉 換成塑膠的那個介質的 x0 列介質 那麼 根本上有說 我們的coaxial cable 同軸電燃 同軸電燃呢 是 69個pico bar per meter 這個pico是指 10的-12次方 micro 等於10的-6 mini等於10的-4 nano等於10的-9 pico是等於10的-4 所以你每一公尺長 一公尺長 一公尺長的同軸電燃 你必須考慮到 它有一個等效的 69pico bar的 這個 那個 那個 電容的 數值 在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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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